大家好,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绿豆冰棍 天热来一口清凉解暑,味道纯正 口感沙沙糯糯的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首先准备70克绿豆,提前浸泡3小时 接下来锅中倒入500克清水 再倒入泡好的绿豆 开火煮至绿豆开花,软烂即可 再加入80克冰糖,搅拌化开 然后撇去浮沫和飘上来的绿豆皮 再转小火熬煮 再接下来准备5克糯米粉 加入10克清水,搅拌化开 倒入锅中,边加入边搅拌 再煮2分钟即可关火 像这样就可以啦 放凉之后再放入雪糕模具中 装满摊皮 放入冰箱冷冻一夜 第二天再拿出来脱模 这样我们的绿豆冰棍就是好啦 沙沙弄弄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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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